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plus侵犯了国产手机厂商百利公司100C手机的外观专利 被北京知识产权局责令停止销售的消息 传的那是一个沸沸扬扬啊 受此影响苹果股价应声暴跌 创下5周以来最大跌幅 苹果自然表示不服 于是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对于这个100C反正小编以前是真的没听说过 至于外观嘛 大家觉得他俩像吗 说完iPhone6的坎坷遭遇 我们再来看看即将发布的iPhone7 据爆料iPhone7不仅有双摄像头 更激进的是将提供双卡双待功能 并且还放出了很多张疑似iPhone7组件的叠照 话说双卡双待在安卓阵营已经算是老掉牙的功能了 但对于苹果来说那可是第一次啊 如果真是如此 国粉们多年的期待也算是完满了 今天小米总裁林斌 在出席青岛小米之家的开业典礼时表示 小米在7月份会有新品发布 而且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惊喜 会是传说中的小米笔记本吗 此外林斌还表示 小米将在今年下半年推出一到两款高性能 具备颠覆性的高端手机 看来小米Note2也不远了吧 与此同时小米联合创始人刘德 今天在朋友圈晒出一张照片 并配文周日加班期待周四 看样子小米周四又将发布新产品了 但考虑到刘德主要负责小米生态链 所以新产品应该是隶属于米家品牌 这样的话小米百货又将迎来新成员了 要问时下什么最火 毫无疑问那肯定是直播了 现在就连支付宝也打算来插一脚 从网上流传的截图来看 支付宝的群聊中增加了直播功能 并与核心功能放在同一层级 地位相当高 那么问题来了 在支付宝做直播要做什么内容呢 数钱吗 对了如果你还在为买不到正品的苹果配件 或者价格太贵而发愁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淘宝店看看哦 淘宝搜索店铺Vager 苹果正品配件低价还包有哦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技微报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当然也非常希望您能关注一下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Vager 获取更多的内容 科技资讯为借播报 我们明天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